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國新肺炎 美駐日大使霸氣 北京應放棄蒙騙 透明及時信息能救命 北方車主噩夢 開特斯拉 出門須帶菜刀 中紀委敢查華國鋒 敢查席嗎? 深圳樓市連出兩個王炸消息 澳大利亞大量拒簽中國申請者 留學旅遊呈重災區 歡迎您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1月24號 星期五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1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國新肺炎 美駐日大使霸氣 北京應放棄蒙騙 透明及時信息能救命 美國駐日本大使暗示 北京應在新肺炎問題上與國際合作 不要再行騙和故意拖延 美國駐日本大使伊曼紐爾週四在社交媒體X推文說 中國最近的肺炎爆發引發了嚴重的問題 世界衛生組織正在詢問情況 現在是時候放棄COVID的欺騙和延遲的做法 因為透明和及時的信息能夠挽救生命 伊曼紐爾強調了在公共衛生上 北京與國際社會合作的重要性 與國際社會的全面合作不是一種要不要的選擇 而是公共衛生的必然要求 他寫道 伊曼紐爾仍對北京是否會積極有效合作 應對疫情存在一定程度的擔憂 北京會邁出步伐嗎?他反問道 北方車主噩夢 開特斯拉 出門需要帶菜刀 前幾天 寒潮席捲全國大部分地區 北方地區浦江大學 有不少新能源車主 一覺醒來發現隱藏的門把手被凍上了 無法正常彈出 只能在凌冽的寒風中獨自凌亂 公眾號其有工作室發文說 有特斯拉車主在網上曬出表示 門把手完全彈不出來 為了開門 車主們也是各種方式都試過了 有人直接潑開水 有人找來風筒 慢慢吹開冰凍的門把 如果你趕時間 可以向這位特斯拉車主學習 出門自備扳手 上車之前敲敲敲 門把手能彈開 看來以後特斯拉車主出門帶菜刀 扳手 都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實際上 這也不是新能源車主們第一次在門把手上摘跟頭了 早在兩年前 就有不少車主針對隱藏門把手被凍住的問題 向特斯拉投訴 為此 特斯拉官方也給出了解決方案 用拳頭砸 2013年 第一批特斯拉Model S在美國交付 馬斯克不顧高層強烈反對 堅決使用跟車體齊平的門把手方案 除了實用性 隱藏門把手在安全性上還存在一定爭議 例如今年4月 遼寧一輛特斯拉發生雙車碰撞事故之後起火 多名路人見狀後展開救援 但卻一度因為隱藏式門把手無法彈出無從下手 好在最後路人搶在特斯拉起火前搬開車門 將受傷的女司機救出 不得不說 除了容易被凍住 隱藏式門把手相比傳統門把手來說 確實會有一定程度上放大安全隱患 非要說隱藏門把手有什麼優勢 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 再也不怕被塞小廣告了 中紀委敢查華國鋒 敢查習嗎? 中紀委接到舉報華國鋒的信件並嚴查的舊文 曾於2018年7月刊載在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機關刊物《學習時報》上 並由新華網隨後轉載 不過很快 該文和相關評論在當晚就全部被刪除 背後折射的是中共高層江派與習派的賽局 《人民報》記者楊寧報導 1980年後 鄧小平執掌大權 此後華國鋒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然而 就在華國鋒退出權力中心不久 一封舉報信被送到了中共中紀委 時任中紀委常任書記的黃克成看罷舉報信 下令調查 華國鋒得知後 親自趕到中紀委 並就舉報信中的三件事給了解釋 其後的調查結果也與華的解釋一致 這樣的文章在2018年新華網轉載後 被大量轉發 甚至在微信朋友圈中刷屏 但很快被刪除 彼時的北京學者榮健在推特發文稱 從昨晚到今早 國內網路上到處是華主席認錯的帖子 主席也會犯錯 主席也會被中紀委嚴查 主席的錯主要是搞個人崇拜 主席要有認錯的啞亮 沒認錯的啞亮就不要當主席 那麼對於習的不符合中共黨規的做法 為何沒有人敢檢舉呢? 為何沒有中紀委書記敢查呢?為什麼習不主動認錯? 那是因為現在的中共政權已經走入了末路 對任何不同的聲音都採取暴力打壓下去 以此苟言殘喘 而所有的上位者最重要的一點是對習要忠誠 哪怕是表面上的 現在中紀委書記李希是習的嫡系 估計他收到任何關於習的負面訊息 都會毫不留情地壓制下去 網路上曾流行這樣一段話 如果尖銳的批評完全消失 溫和的批評將會變得刺耳 如果溫和的批評也不被允許 沉默將被認為居心叵測 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許 讚揚不夠賣力將是一種罪行 如果只允許一種聲音存在 那麼唯一存在的那個聲音就是謊言 深圳樓市連出兩個王炸消息 中國每日經濟新聞24日報導 深圳樓市連出兩個王炸消息 專家評論 政策風向開始改變 22日晚間 深圳市住房和建設局發布 關於調整享受優惠政策普通住房認定標準的通告 現將我市享受優惠政策的普通住房標準調整為 住宅小區建築容積率1.0以上 且單套住房套內建築面積120平方米以下 或者單套住房建築面積144平方米以下 實際成交總價低於750萬元 調整二套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方面 截至目前 未看到有正式文件發布 多名中介人員也向記者確認了這一消息 表示現在二套不管普宅 非普宅都是四成首付 且無論之前貸款有沒有節輕均不影響 中國國家高端智庫CDI研究員宋丁分析 認為是重磅政策 這兩項政策中 二套房全部由原來的70%和80%首付直降到40% 這個門檻幾乎腰斬 下調力度很大 改善性需求完全可以在這次首付直降中獲得機會 宋丁認為 這次新政的出臺表明 深圳政策面已經基本上放棄了兩年來的謹慎姿態 政策風向開始改變 開始實施較大尺度的扶持性政策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中共目前的這種做法 非常可能即沒有能正在救了房市 反而讓銀行的壞賬飆升 最後把銀行也搞垮了 最後還是百姓倒霉 存款就泡湯了 澳大利亞大量拒簽中國申請者 留學旅遊呈重災區 澳洲簽證收緊 中國留學申請者和旅遊簽成為重災區 從今年開始 澳洲內政部加強對簽證的審核 特別是留學簽證 導致申請時間延長和電話調查增加 高等教育類別的500學生簽證成為主要被拒簽的對象 與此同時 旅遊簽證的拒簽率也在上升 即便申請者擁有多國簽證經歷和充足資產 也面臨被拒簽的風險 這一變化可能與澳洲人口過快增加 住房壓力上升有關 政府為了應對這一情況 選擇限制移民 首當其衝的是留學和旅遊簽證 未來這兩類簽證可能會更難申請 阿波羅網報導 笑噴 一個調查結果讓中共崩潰 人們竟然都這樣說 綜合報導 乙軍趁停火前猛攻 往加沙地道灌海水 還獵殺哈馬斯指揮官 孫女發高燒 胡錫進呼籲預防 被逢 打到自己才知道疼 郭台銘宣布退宣 柯文哲副手是才法女 侯友宜宣親共名罪 郭台銘宣友覽 globaloooo Blockchain 平洋涼人和炎斌海水 貍惜 R-狼、目二死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